這個也是工作坊 那就是一個查工作坊 就是我們查工作坊 大家看這個場地上 我們去年做19場 去年有做19場的活動 對吧 那我們今年是執行第三年 那我們這個案子已經申請到了 還要執行三年 韓新年 這樣 所以說以後都要讓 那個 請老師來多多指導 這樣我們要發掘 就是我們海山茶 海山茶核心就是我們三峽茶 200多年來 在這邊歷經蒼蒼 這個茶產業在海山地區 從來沒有中斷過 根據我們在地的輔導講 就是全台灣最早種植的茶 就不講原生種的茶 唯有帶原生種的茶 大家沒有機會給你們 我可以送給在場的朋友 除了那個台灣原生種的茶 台灣原生種的茶 就是幾千年來都在台灣 它是本土的物種 之外呢 就我們從福建一直到台灣 這個土的物種的茶 那麼根據當地的副導講 最早是在 我們這個三峽 這個西南那個地方 黃西西南那個地方 這樣子 就跟一般手段制的不太一樣 你們可能看台灣通知啊 聯亞棠的說法 比如說是 那個 文山地區的說法 對吧 全三寶的說法 就是說是從這個 我的基督地深坑那邊 最早種植的茶 根據我們說法 是在這邊 在三峽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來挖掘 這樣一個 優久的一個 那個茶 產業跟茶文化的歷史 在三峽 所以我們就實行這個 工作法 這個研究案 實際上來講 我跟那個文化內容測試院 有申請一個 比較大的項目 這樣 我們現在執行的就是一個小項目 經費不多 我們做一些小活動 我們今天也是小活動 然後我們會 如果成功 它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平台 我即將在外面這邊種它 到時候請你來跟我一起拿出手 我們來那個 開機 開山開機 這樣子 一起來 種這個呢 第一個 就是說台灣原生種的茶 會種到外面這邊兩塊地 校長允諾說要給我種它 再來就是種 當然阿薩姆 這茶在這邊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 那個種啊 少到很多啊 我們可以 移植一些破爛 還有就是我們 三峽等地的那個特色茶 就剛剛講這個 青青甘仔 那上午有泡了 那個地樓層 那待會兒 我們兩點的時候 會有那個三峽農會 的王老師 還有三峽地區著名的那個茶 茶商啊 就是那個 正方茶行啊 對啊 他們都是百年老店 他們會來泡茶給大家 提供 三峽茶給大家 有碧樓村 然後有蜜香麻沙等等 等等 這樣子 好 我剛剛是在講說 我們這個活動的一個 一個背景的平台 那這是 一個小平台 那如果有可能會有一個大平台 那會在外面種茶 然後我們是 那個是一個 示範點啊 希望說把那個 優質的茶文化 然後推向我們的茶山 讓我們參加茶山 能夠鄉村 振興起來 就以這個 200多年來都沒有中斷的超產業 然後我們挖掘 它的文化內涵 對吧 因為我們大學的工作 是這個文化研究 挖掘它的文化內涵 對吧 所以就 希望說 好的文化產業 好的超產業 加上好的文化內涵的結合 然後 我們這個 海參地區 那個 那個 鄉村跟都會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建設 對吧 從一個生態的 一個人文的 一個 傳承的 一個開創的角度 我們來跟大家一起往前走 然後我們這個平台是 給學生的 以及給社區的 想說我們剛剛執政這個證書 給那個周肇授先生 我們也很重視跨界的合作 就是我們 是跟這個 剛剛是跟這個 貓控的查人 跨界合作 還有跟產業界 他也算產業界 實際自殺 我們很重視跨界的合作 好 那以上就是一些背景說明 那底下我一樣 把這個 麥克風再交給 我們的那個 鄭老師 我們聽他的這個演講 他要 講這個 茶話 這個 羅家 道家的哲學 好 我們上午 上午 茶 跟美學 下午就來談 愛情 的哲學 這個 談起愛情 可以說這是一個 無從古老 但是又是非常新鮮 的一種人生經驗 就是 姑且說男女之愛 說姑且是因為 愛情不一定發生在一男一女之間 愛情可能發生在任何兩個人之間 跟他的性別 年齡 階級 文化背景 思想觀念的差異 都無關 都沒有關係 任何兩個人之間 都可能發生愛情 這是一個 人性中千古以來 最核心的奧秘 但也因此 這個 愛情這個 字眼這個 這個 概念 也是非常的 複雜 非常的 含混 每個人說我愛你 意思可能都 都差很多 都不一定 因此 我們要如何去理解愛情 我們怎麼去看待愛情這種經驗 那這就是 每一個人都很難避免要去面對的課題 因為你不去面對 當你真的遇到了 就會在這邊 受傷 在這邊失望 在這邊 去掉鐵盤 留下 生命中 最深刻的 那種 創傷 所以呢 每個人都是一個課題 那有沒有解決是 一人而異 那這裡 很多人有個誤會 以為說 我已經結婚很多年了 這個愛情跟我沒關係了 好像愛情是年輕人的事 不是 愛情是全民的事 不管你是不是已婚了 還是已經年老了 這個王子公主 在早年 大概都是一些童話 裡面都是年輕人 才子家人 俊男美女人 這個早年 好萊塢的那些愛情故事 大概都是集中在這麼一種 很小的範圍 可是近二十年 歐洲的電影 越來越愛情越多樣化 這個七老八十的 一種有愛情 我們昨天的報紙 有一位 九十幾歲的丈夫 動刀 把八十幾歲的太太給砍了 都活到這把年紀 有什麼過不去呢 就是過不去 感情上過不去 那會到九十幾歲來砍 前面結婚了六七十年 就是你以前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可以忍得過 結果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我就忍不過 最後一根稻草 壓垮了兩個人的幾十年的關係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感情 雖然我們好 就趁這個機緣 我們當然也要點到為止了 稍微談一下 這個愛情是什麼回事 那麼說到愛情 當然愛情這兩個字連起來講 是很新的 愛情這個事實是很古老的 但是把它稱為愛情 有愛也有情 把愛跟情連起來講 是近代的事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 這個 剛過去不久的 武士運動的 剛過一百週年 一百年一年的週年 現在五月二十九 五月四號 五四運動 在五四時代 那有一個浪潮 從西方傳到中國來 就是自由戀愛這個浪潮 原來這個自由戀愛 在西方也不是很古老的事 當然這個愛情這個經驗是很古老的 但是不管是東方西方 所有的人文體制 社會政治都不約而同 用全部力量封殺愛情 所以愛情其實一直都被壓抑 為什麼 就因為愛情是所有人的活動中 活性最強的一種活動 也就是自由度是最高的 自由度就是活性嘛 它不能被關注 不能被壓抑 不能被封鎖 不能被套牢 這個活力最強的活動 當然可以展現出人的生命 生命的意思就是活著的 死的不叫生命 活著的才是生命 當很多人是行虛肉身活著 他整個的心已經死掉了 這要活死人 叫行屍走肉 歐洲的存在師也說 很多人只是活著 而沒有存在 活著就是情緒在活著 每天吃飯睡覺 吃飯睡覺 新生代謝 可是他沒有活性 所以喪失了 談戀愛的能力 就表示這是個死人 不是個活人 活人要活著的 但是這個自由度最高 他回應最強的 他相對的 對於人的情緒肉身 在現實生活裡邊的 安全 穩定 秩序 的這種保障 是個威脅 是個威脅 所以自由跟安全 常常是矛盾 這個很多人 封衣足使以後 就覺得一個人很孤單 要成個家 安頓下來 一個人就像孤魂野鬼 結果結婚沒多久 就覺得我的自由被婚宴奪奪了 要恢復自由怎麼辦 離婚 離婚以後自由自在 那不久以後 又覺得孤魂野鬼 扶貧一樣飄蕩 又想要找個貴宿 所以安全安穩安定 跟自由自在 是差矛盾 那在過去 人的這個生產 還沒有能夠 充分滿足人生 所需的各種資源的時候 當然活下去是優先的 整個的集體安全是重要的 所以在過去呢 其實是為了安全安穩安定 犧牲人生命的自由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自由的相愛 所以兩個人一談戀愛 這天下大亂 茶飯不思 神魂顛倒 不想上班 馬上就構成了家庭秩序 社會秩序的這個妨害 所以呢 政治社會學家為了維持 集體安全秩序的穩定 都不由兒童封殺那個 活性最強的自由戀愛 當然 甚至年代到 人身自由也被違反約束 所以在中國 道家 有時候比儒家還要更重要 就是因為道家 是完全集中在維護 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自由 所以啊 這個道家的主題在自由 儒家的主題在愛 而一定是基於自由而付出的才叫愛 如果不是基於自由的付出 而是被命令 為了某種的利益 某種的壓力而付出 那個都不叫愛 那個只是將本求利利益交換 所以呢 自由和愛呢 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自由是更核心的人性的門主 所以道家 是維護人身的自由 人心靈的自由 儒家是在自由的這個基礎上 進一步去談愛 那這個在自由的基礎上 談的愛叫人愛 這個獨立自由的人格發出來的 才叫愛 那如果那個自由獨立人格沒了 那個愛只是 只是體制運作的權利義務 只是一種社會規範 那個呢 那個呢 就不叫人 那叫理 而沒有人的理呢 不僵化 對人的自由構成了 迫害 嚴重的時候這個獨立 比較吃人 好 所以呢 這個古今中外啊 所有的這個社會 都不約兒童 為了安全的緣故呢 壓抑 甚至封殺了愛情 所以愛情只能夠在那個 體制邊緣 夾縫中 稍微閃現一下 那麼這個要等 等到什麼呢 等到這個 人類的社會逐漸進步了 生產力慢慢的增強了 人可以從沉重的 生存的 這一個 勞動 負擔中 解放出來 於是才 開始 重新有了 人生自由的 渴望 人與人之間 自由相愛的 那這個人性 最深處的願望 重新萌芽 而這個在西方呢 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就是十五世紀文藝復興 就解放 一千年被天主教會 封鎖壓抑的人性 人性得到解放 當然就由文藝復興 逐漸就有了宗教改革 有了啟蒙運動 那麼在這裡呢 這個文藝復興其實有兩支潮流 我們一般呢 只認識理合了一支 這兩支 一支是相關於理性的 人的思想的解放 那有一支是關係到人的感性的 理性和感性 這分別成為文藝復興 啟動的兩大潮流 那關於理性的這個潮流呢 用一個希臘神話 來做一個象徵 就是太陽神精神 阿波羅精神 這是理性 所以這個到後來才 引發了這個啟蒙運動 那這個理性引發了啟蒙運動 發展出來的就是近代西方文明 最重要的兩項精神 就是科學和民族 賽先生跟德先生 成為西方近代文化的一個主流 到了19世紀 20世紀達到了成熟的高峰 當然也就在20世紀中葉的時候呢 在高峰開始往下墜落 那這個是我們很熟悉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支 我們很多人不知道 忽略了 那是一個感性的 那麼也是一個 希臘神話中的神 就是九神 戴奧尼修斯精神 九神 九神是感性的 當然這兩支 事實上在西方 並沒有這個 對等的充分發展 理性的精神 是比較發展的充分 這種感性的精神 不夠充分 因為九神是會讓人迷醉的 那迷醉以後 醉還有一種美感 迷了就不大好玩 人就沉迷了 泄密了 所以呢 這支沒有充分發展 所以很多人就忽略了 其實它還是一直綿綿不斷 於是它就引發了西方的 浪漫愛的浪潮 就是自由戀愛的浪潮 那麼這個戀愛要加上自由 就表示 它不是一個社會規範下的操作 它是擺脫所有社會規範 就是文藝復興的精神 回到希臘 人性的解放 一種自由的 那自由的消極表示 就是不接受任何規範的約束 領略到那種生命解放的 自由的 那樣的一個 這個生命存在的樣態 而這樣一個最自由的 就是在擺脫最牢固的那個 這個體制束縛 就是男女之間的隔閡 所以於是就有了這個浪漫愛的浪潮 從這個宗世紀開始 歧視的精神 直接進入到文藝復興之後 那到了旺盛的時期 比如在法國 據說每一個 在法國的遺憾的人 都有 都有配偶以外的親人 不單 男人有女人也有 說一個有趣的笑話 有一個丈夫出差了 離家好一段時間 結果終於回到家了 這個陌生的那個臥房床鋪 這個夫妻又睡在一起 結果到了半夜 那個太太 做夢還怎麼樣 驚醒了 這個 這個 搖了她身邊的丈夫 把她搖醒說 我丈夫回來了 她忘記了旁邊那個就是她丈夫 那結果這個丈夫 被邀請以後 一聽 馬上從那個窗子跳出去了 她又忘記在自己家 她以為她出產的時候 在情婦的家裡 這表示 那個情人 才是真正的愛情 這個 所有的小說流的愛情故事 很少是夫妻之間的 都是婚外情 因為那才自由吧 好 那麼這是 這個文藝附近的兩支 這兩支呢 都傳到 武士運動的時候 都傳到中國來 那當時候有一對好朋友 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個叫做胡士芝 一個叫做徐志摩 他們兩個人是好朋友 西朝來了以後 他們要承接這個浪潮 胡士芝就在這兩支浪潮中 選擇了理性的 阿波羅精神的 這個科學與民族 要在中國呢 去宣揚 單開風氣 不為師啊 但是這兩者呢 為自由 理性感性跟理性 自由跟安全 事實上是有矛盾的 所以呢 你選擇了承接 科學民族這一支 你只好放棄啊 愛情的 自由戀愛那一支 所以呢 這個胡士芝很有意思啊 他終於娶了一個 他一點都不愛 只是他媽媽很喜歡的 江東秀為妻 但你知道嗎 胡士芝的終極一生 都有連續不斷的婚外情 連續不斷 所以有人寫了一本書 叫胡士芝的情人和女朋友們 這個書是我的一個學生 叫蔡登山寫的 那女朋友最著名的是一個 英國的威廉斯夫人 也是個有夫之 有夫之婦啦 然後呢 他的好朋友 徐志摩呢 選了另外一條路 他選擇去承接 那個浪漫愛 自由戀愛 的浪潮 他的名言就是 這個 他要盡一生去尋找 他的靈魂的伴侶 得志我信 不得我命 於是呢 他這個 當時候 當時候 在武士運動浪潮下 以徐志摩為代表 非常多的那些大學生 或者知識分子 紛紛拋棄了家裡定的親 在大學談自由戀愛 甚至包括教授跟女學生談戀愛 最著名的就是羅加倫 所以他把那個由傳統的禮教定下來的這個婚事 他放棄 要跟他的原配張又怡離婚 去跟陸曉曼談戀愛 其實陸曉曼 陸曉曼一方面來講 他是一個 這個 這個 有某種問題的人 比如說 他的生活 耗費非常龐大 他又吸壓電 這個 這個 徐志摩怎麼會愛上他呢 徐志摩 對陸曉曼來是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 好 那當然 這個 徐志摩也 用權力 想要幫助陸曉曼 從這麼一個生活的壞習器 拔出來 但是 力量太弱了 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知道怎麼辦 陪他 那怎麼應付陸曉曼的 這麼龐大的花費 所以他只好到處見客 你曉得 在那個時代 大學教授的薪水是非常高昂的 一個月的薪水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徐志摩也不夠用 要坐飛機去見客 有一次就搭一個便機 一個貨機 一個貨機 吃屍了 頭上啊 破一個大洞死了 結果呢 他對陸曉曼的愛 就真的在這個時候看到功效 然後 這個陸曉曼呢 這個 總是 這個洗心革命 藉了他的眼影 好好畫他的畫 在民國初年的這個畫壇 女子的畫壇中 是佔有一洗滴的 各位Google一下陸曉曼的畫 也會看到他的畫的確是 很不錯 可見他的愛還是有效 可是你為什麼選一個這樣子 麻煩的人去愛呢 其實換個角度啊 陸曉曼是個冰雪聰明的人 他為什麼會那麼頹廢 因為堪清楚人事的 骯髒不值得火 所以自暴自棄 所以自古以來啊 這個聰明女子都有這個問題 得慧不能雙選 有這個慧 生命很尖銳 但是很擔保 無法存在這個肮脏人事的重量 另外一個代表人物啊 也是同樣的 就是張艾玲 張艾玲啊 他整個人生觀是極端 褪廢 上海在他的底下 根本就是一個廢墟 所以呢 那是因為這種冰雪聰明 整個生命的感應銳利 而成為徐世母的靈魂班 我怎麼這麼了解 因為我太太也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才會發展我的愛情學 徐世母剛剛起步 朝這個路但是沒有走通 沒有走通 我要成績前人未盡的事業 在徐世母之前的一個先行者 是誰呢 就是曹雪清 或者說就是紅龍夢流的賈寶玉 賈寶玉當然是更前面的 所以更不明白 徐世母有一點明白 徐世母有一點明白 要到了今天正朝去才會充分明白 好 徐世母為了成績一點 他知道怎麼樣 犧牲他的事業 所以後來他跟陆小曼結婚的時候 要他的恩師 梁啟超正婚 這個婚禮上被正婚的人 把信浪信浪痛罵一頓 因為在那時候的觀點 你拿自己的前途 開玩笑 但是就徐世母來 這個才是他的事業 我也覺得愛情比什麼功名利路要重要得多 貴重得多 因為事業是過眼雲焰 愛情是一輩子的 好 那麼這個是這個緣起 我們的愛情的浪潮是從西方來的 在中國是從武士運動來的 那天轉眼就超過一百年 在愛情這個領域中 到底現代人有多少進步 很少 很少 歐洲人花了五百年 從十五世紀到二世紀 也不過走穩了第一步 第二步以後 還是不會走 所以那個浪漫的主動 啟動以後呢 當熱情消失以後 就不想怎麼走 所以說婚姻是愛情的粉末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西方 浪漫的浪潮是不夠成熟的 他不如這個理性的阿波羅精神 比較相對來講 能夠更充分的發展 至少曾建立了知識系統 那也是因為呢 這個生命 感情 愛情 不是個知識的一個課題 是個實踐的課題 而整個的西方的文化精神 不是以實踐為重 不是以實踐為重 所以雖然人性也得到了一種解放 還是只能夠在每一個人的 自己的有限經驗中去摸索 沒有一個真正的文化的自覺 沒有一個真正的文化的自覺 去讓這樣一個課題 能夠得到充分的開展 那於是就留下了這麼一個半吊子 未完成的課題 有待我們的後人繼續去完成它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要說西方的浪漫愛 它的本質是什麼 還有它的不足之處在哪裡 那麼這個本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本質 非常重要的本質 那這個本質呢 就是因為呢 這個這個酒神的精神 是迷醉的缺少一種覺醒 我常常啊 喜歡用兩種飲料來 象徵西方的文化本質 跟中國的文化本質 西方的文化本質就是酒 酒也是一種很強度的感受 那中國就是茶 酒讓人迷醉 茶讓人清醒 所以中國的文化傳統精神是清醒 覺醒 但是西方呢是迷醉 甚至落到它的理性的這個領域 你曉得阿波羅精神 這個理性精神 這個理性精神 不只是管道科學 那個文學 藝術 美學 也是屬於阿波羅精神 也就是說他們的文學 藝術 其實也是理性化的 也是理論化的 會構成一項一項的理論 會構成一項一項的理論 一種一種的主義 所以呢 剩下的那個生命感情 都停留在一個比較原始的生命力 這個層次 那這樣一個原始的 沒有充分覺醒的生命力 到很合適做各種理性的事業的工具 所以西方人不管你是選擇了哪一項 分科分析以後的這個項目 作為你要去研究的目標 他依然需要有一種 旺盛的生命力 就是熱情 來去執行 去奔赴 本質是理性的事業 一直呢 西方的那個九成精神 一直沒有過渡到 這個覺醒 一直在用原始的 很混沌的那個生命的活力當中 但這個生命活力呢 就是那個情緒肉身的熱情活力 他導演能夠成為一個永恆的 理性的知識的事業的 一個推動的力量 那麼這個年在愛情上也是這樣 所以文藝復興 這個人性解放以後呢 於是就有了這一個 所謂的浪漫出動 兩個人的生命在一種 純淨的沒有割裂分化的 原始狀態的時候呢 相應 他就沒有任何人為理性的 那些分析性的概念 思想意識形態 一個不敢吸氣的這些干擾 這些干擾 就可以在一刹那間呢 兩個人生命合為一體 這是一種啊 人生中最极致的高峰境 心心相应两位一体 所以就在文艺复兴 这个人性从后天人为的这些理论 中世纪的宗教的束缚中解放以后 呈现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浪漫出动 我名字为浪漫出动 浪漫就是没边没际 不掉入任何的框架中 就是纯粹的直接的整体性的生命与生命的碰触 那么这样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个是没有办法描写 但是呢 如同我们上午说的 如果到这个时间的洞变流中的时候 其实它只是一个刹那 所以浪漫出动 其实在一刹那就已经完成 而且是消失的无生无习 无中无影 甚至都回过神来 都搞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 还是呢 只是一个梦幻 所以这种爱情的体验呢 常常都梦来表示 这个梦 到底是不是事实 所以呢 上天的安排 很有趣 它的一刹那的高峰经验 它会引动 我们的身体的能量 原来这一刹那的触动 也会是全生命的触动 它的核心在心灵上 结果它会带动身体的能量 释放出这个巨量的情绪 那这个这样的情绪 称为日情 Passion 这个情绪的巨大 有可能呢 把人身体的这个组织结构 给震税 所以呢 激烈的爱情的经验 可能只死 会带来死亡 因为整个人格解散 所以呢 这个热情啊 它一方面作为 这个上帝的工具 一方面在于 它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啊 有可能导致自我毁灭 所以热情这个字 Passion 它同时有牺牲的意思 这个耶稣受难记 那个受难就是Passion 有部电影的名字 就是叫这个 所以热情啊 会连带到生命的毁灭 但是如果你朝向一个 一个伟大的一个目标 做上帝的工具 这是一种荣耀 这是一种牺牲 为上帝而牺牲 为爱而牺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于是这样一个能量的释放了 证明了那一刹那 两个纯净的生命心灵的出动 是真的 是真的 那我就把这一个热情称为 浪漫出动的后续效应 后续的效应 用来反正 那个浪漫出动是真真实实有发生 所以你看啊 一个人 在一个 掉入热恋中的时候啊 嘿 整个人都不一样 那个眼睛是发亮的 脸色巧红 全身都发光了 一看就知道 你在恋爱 当然那也可能构成 人体的能量的大量耗顺 所以呢 陷入热恋是减肥的无上妙方 参参恋爱 着消今日 就清减了小腰围 三天就掉了十公斤 都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 过度之后会致命 于是呢 浪漫热情 可以连成一个概念 一般喜欢用浪漫激情 我不喜欢用激 激就过度了 过度之后会致命 还是用它 失可而止的 如其本分的 就用热情吧 浪漫热情 那么在这里 浪漫热情成为一回事 心灵的浪漫出动 跟淡水身体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是一回事 那么这个原始的身心一体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就是在西方文艺复兴的时候呢 它重新的呈现出来 那么到今天 过了五百年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五百年 西方的这个浪漫爱的热潮 当我们是晚了四百年 我们从一百年前的武士运动才开始 从中国传统已经破产的 赤人礼教中也解放出来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西方人过了五百年 只走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当 这个偶然的邂逅 我们上午说的 人我的一种偶然的 没有预期的 自然偶然的发生的邂逅 就是物我的相遇 人我的相遇 那么西方人呢 经过五百年终于明白了 不但发生的时候呢 也很自然的 没有那个头脑概念的运作 所以它发生 但是发生以后呢 它有后续的效应 这个效应有多久 通常一天 通常一天 睡醒一觉啊 就一切都过去了 那天很热情 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 睡醒一觉就觉得 这是谁呀 你怎么在我旁边 昨天的那种感受 全部没了 所以通常是一天 或者说是好几天 那个生命能量很强的 生命活力很强的 艺术家们呢 顶多也不过几个礼拜 大概超过两个月的 都是假的 都是流列 不是自然 所以 当这一个热情衰退 因为热情从身体来 身体是有限的 它符合那个泡沫线原理 达到了高峰 就放下掉 当那个热情自然衰退以后 下面怎么办 当在高峰的时候呢 情人都会说我永远爱你 海枯石烂始至不已 我们下辈子要再继续 但是事实上面 他们很冲动说 我们要在一起 甚至结婚 可是呢 当这个热情 几天几个礼拜过了以后 下面怎么办 西方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西方人也有结婚 过了几十年的 你要知道 西方人的婚姻不是由爱情来保证 西方人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自然延续 西方人的婚姻是由宗教导藏 是通过神父牧师的证婚 通过上帝的诫命 权力义务将维持 所以呢 他们的普遍的体会 依然是结婚是爱情的烦恶 好在这里啊 这个我们也回过头来看看中国 中国啊 那个礼教 这个缺压抑封杀爱情啊 是比西方啊 更要彻底 那干涉一开始就 规定男女受受不亲 从孔子孟子的时代 就是已经是男女受受不亲 当然女性啊 当然是一个性资源予以集中管理 就是灌在家里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你轻易看不见陌生的异性 陌生的女子 你能够看到那个家人 家人呢 手洗了有一定的规范 所以你想到家人之间 不容易分手那么触动 也已经能照制度运作了 浪漫出动了 恋爱的发生总在陌生人之间 在陌生的环境之中 所以呢 出国旅游容易发生了婚外恋情 各种的恋爱 因为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 她只有一切的可能 你对她又无所知 但是这种陌生的女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容易看见的 能看见的大概不是什么高级的女性 都是从事第一级职业的 什么用人 奴婢 妓女 或者保姆 身家清白 你看不见 所以从根源处封杀了爱情的发生 结果呢 好 中国的夫妻啊 从来没有经过恋爱的程序 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啊 多半都根本是陌生人 父母之命没错之眼 在结婚的时候啊 你对于那个新娘啊 从来没有见过 甚至在婚礼上啊 都还是带着盖头 你都没有见过她 一直到繁琐的婚礼完成 送入定 洞房 掀起盖头 生灵第一次 看见那个新娘长什么样子 所以新娘根本是个陌生人 为什么需要用盖头遮起来呢 我的解释是 是为了保护新娘 免得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啊 新娘看到新娘越看越不中意 很可能啊 婚礼没有完成她就落跑 这样遮起来 保证你没有毁婚的机会 等到宣传看到的时候 婚礼完成 你看到再不喜欢也 也只好认了 那为什么 那个新娘不用盖起来呢 因为新娘没有资格落跑 不怕你 但是新娘是可能的 所以要保护新娘 所以是个陌生人嘛 那结果呢 这个陌生人却大半能够白头写了 这怎么回事 这个中国文化 本来就是重情的文化 他各方各面都在照顾 人的感情 但是照顾的感情都不包括爱情嘛 所以呢 中国人在夫妻之间 有很多夫妻相互之道 通常有两个字 一个叫让 另一个叫忍 能够及时 就各退一步 让 让那个冲突不要发生 如果呢 让不开 用忍 谁忍呢 通常是妻子在忍 结果这样忍让就可以过一辈子 夫妻也不要讲什么多道理 这个反正你这个 看开一点 你就让一步 你就忍一忍一辈子就过去了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情 重情的这个文化传统 使得整个的 从家庭到社会的人际关系 基本上都是感情关系 所以呢 陌生人也能够呢 白色偕老 真是难能 但并不可贵 是不容易 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他一直成全了社会 这个安全安往安定的 这一个要求 所以呢 传宗接代 这个刻板分工 成为过去婚姻的两大主题 传宗接代维持着种族的绵延 刻板分工有利于呢 这个当下家庭生活的运作 因为节省资源 男女 男主外女主任 这样子过瘾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 我还不说亲密的感情 只说亲密关系 因为中国传统的夫妻很亲密 不一定有感情 对中国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可以说I know you 但是不是I understand it 我知道 为什么几十年这样 你亲个喉咙就知道你要想什么 但是你心里想什么不知道 所以在一个亲密关系中 西方人是有头无尾 只有头没有尾 因为很好的拍头 浪漫出动 两个人的生命插那何为一体 是人生中最难能可贵的高峰经验 但是后面第二步以后不晓怎么办 中国人呢第二步以后都会走 但是没有第一步 有尾却无头 所以这个唐君先生也曾经以一个诗人的话 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剧 就是床纸上的悲剧 人生最大的悲剧 最大的悲哀 就这发生在同床的子气之间 这是无奈 好所以在这边呢 现代未来的世界的文化 大方向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 重情的文化 跟西方文化 尤其是近代西方文化 是重底的文化的一个结合 中西和地 如果落在这个亲密关系来讲 就是爱情 生活来讲 这才是有头又有尾 有始又有重 好 好 那么在这里 这个 在西方 浪漫派的浪潮下 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浪漫出动的经验 那我们说在第二步以后 不晓得怎么走 于是我们中国文化 儒家 道家 的确就可以帮助 西方的浪漫出动以后 第二步以后 应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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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当然也要检讨 为什么怎么走不下去 为什么走不下去 好 首先呢就是 回到那个浪漫出动的本身 本来浪漫出动呢是身心一体的 浪漫出动以及他半学而来的热情的示范 是一整体 这一整体也是个实存 并没有进入到抽象的理论领域 所以在西方 这个理性科学 管得了所有事情 管不了爱情 爱情在理性领域之外 那么有他的一席地 但是在这一刹那之后 正因为身心一体 所以西方人呢 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两个城市 做一个本末的理解 原来本就是浪漫出动的本体 应该是那一刹那的心灵的相遇而合一 因为相遇而合一只有心灵可能 身体怎么合为一体呢 两个人的身体就是不一样嘛 怎么压成一体呢是不可能的 所以顶多只能用个象征 比如说性器官交构上床了 啊我们合体了 胡说 还不是你是你我不是我 所以那个一体感 一定是以心灵为主体的一体感 这个叫个本 由这边呢 由这边呢 延伸出来的带动的身体能量的释放 是个木 它是一个后续的效应 而不是心心相应 两位一体的那个高峰经验的本身 但是这个心灵的触动 一刹那就过去了 那个是眼睛看不见了 摸不着的 因此我们刚才说 还需要一个后续的热情 那这个可以感受 甚至看来见 你看在脸上表情都不一样 所以用这个来反证 那个本体的确是存在 那这个叫极用见体 因为体不可见 所以要极用见体 可是虽然是如此 你在理性上面还是要厘清 心灵的浪漫出动是本 由身体能量的热情的大量释放 是后续引动的效应 是木 它不是主体 当然了 由本而生 由体而生用 由本而发展出木 那会不会有一种 那个热情的 的这个涌现 却不是由 浪漫出动而来的呢 有浪漫出动一定引动人的热情 但是人的热情不一定 都是由浪漫出动引动 人也可能有别的方式 你喝了酒也会有热情 你喝了药 你换药 也会 甚至用电极的 也可能 会产生 用想象的 幻想也可能 那个就不是有真正的本了 那也是假的 那也是假的 所以在西方 原始的全生命 深陷一体的浪漫出动 因为那个本不可见 那个热情是可以明确感受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 因此呢 西方人呢很自然的 越到后来 就把重心放在热情上 而那个心灵的浪漫出动 都不知不觉 不见了 即使西方 由是五世纪的浪漫 爱 发展以后 逐渐后续的发展 就是本来是一体的 而后来在后 这个事后的诠释上 都把那个注意力的重心 放在可见可感的 那个身体的能量的书发上 都从那个热情上来讲 所以西方的那个小说 常常描写一个情人 古典人的小说 描写他的眉毛 什么眼睛嘴巴皮肤 这小几页 重心都放在身体上 原来还只是身体表面的美 到了后来呢 这个 在西方引发了 那个 那个 跨国性的 世界性的 那个性开放浪潮 本来是生命感情的开放 现在集中在性开放 当然 欧洲 西欧北欧最早 美国比较晚 台湾比美国大概晚20年 美国的这个性开放的浪潮 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 首先是前卫的文学艺术家 用那种呢 这个 就是很前卫的文学艺术的作品 去挑战当时保守的社会道德规范 然后 经过20年的启蒙 这个性启蒙啊 比那个知识的理性启蒙 可晚了400多年 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启蒙 经过20年的启蒙 到了1970年代呢 这种一代的年轻人 都用行动 去实践 这个新的 新开放的理念 当时 那时候伴随着 这个反越战 那个西皮 西皮是从存在哲学延伸过来 还有摇滚乐 还有嗑药 那就加上这个 这个核心主题就是 烂交 新开放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运动 那这个运动 就是挑战传统的性竞技 然后呢 号称性 没什么高贵 没什么低贱 它就跟 饿了要吃 喝了要喝一样 是自然的生理需求 但事实上到后来 人发现人是人 人不是动物 没有单纯的 食色需求可言 都跟心灵 接上关系 所以当 这个普遍被禁止的时候 突破这个禁忌 成为一种快感 可等到那二十年过后 人人都有很多性经验 性经验没有什么刺激 没有什么好奇 反而呢 太多了 会觉得腻了 才重新发现 心灵的亲密是更重要 所以在1990年代开始呢 有了一个转弯的一个迹象 觉得心灵的对话比上床还要重要 但是呢 好 1990年代到现在又过了三十年 有没有充分转回去呢 转回去就是说 这个心灵的默契 心灵的相知才是本 那有几分的心灵亲密 才应该用几分的亲密行为去表示 性从属于爱 身体从属于心灵 现在过了三十年 我都没有看到 它能够充分转过来 为什么 台湾落后二十年 在民国这个六零年代 就是1907年年代 开始呢 什么郭良慧啊 什么 这个 这些前卫作家啊 写一些麻辣的禁书啊 挑战那个保守的传统当 经过二十年 在民国八零年代 这个 就是西元1990年代 新一代的年轻人 整一代啊 实践这个新开发 可是到现在呢 过了三十年了 这个连转弯的迹象都没有 而且不但没有转弯过来啊 我们反而发现在 美国在1909年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呢 这个 反而对于那种 新开放第一个阶段的 那个性 越来越扭曲 构成了1990年代以前啊 没有那么严重的性骚扰 性侵害 性强暴 还有性整颖 就是你转不过去 你就细腻在其中 构成现代西方 美国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呢 最近才会人发起这个 MeToo运动 追溯很多名人 几十年以前 几十年以前 等那种性犯罪 甚至包括很多知名的人物 比如说有两个电影大导演 都被卷进去了 这个美国的五蝶艾伦 一个是波兰的那个罗曼波兰时期 还被美国通缉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就是 原来啊 根源就是 本来是身心一体的浪漫触动 浪漫热情 后来逐渐的重心转移到热情 这些人 忘记了更重要的心灵 这部电影 那么这也就是说 西方 当然他的那个理性的精神 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可是他们感性的浪漫爱的浪潮呢 根本就是在中间卡住了 无法往后发展 这个时候就有待中国的哲学 中国的文化精神 去帮他们通过这一个卡住的点 能够持续往后发展 那么这样一个 中国的这个哲学当主要就是儒家跟道家 那么对于这个爱情生活 可以有怎么样子的贡献呢 首先呢我们先说道家 道家就是帮助西方人 从那个身心一体中 做一个本末的狄青 尤其从不知不觉 重心放在可见可闻可感受的身体活动 这点上 那么感受到呢 这些人的心灵精神呢 就被这个陷落在身体的这个结构之中 形成了人的情节 人的习气 人的夜市 就是佛家 就是佛家所说的身口一三叶 一个核心就是意义 就是思维模式 这个观念 成见 意识形态 所以呢 引导他的 语言模式 跟行为模式的 故作 执着 所以要破除这些啊 后天人为所构成的观念 成见 习气 执着 夜市 意识形态 来 回到那个自由的 这个 这个舒畅的 生命的本来面貌 那么就是道家 尤其是庄子 跟佛家发展到最后的高峰 到了中国来 才充分的展开的禅宗 禅宗啊 以我看啊 他的那个境界 已经完全跟庄子是一致 只是他们的言说的背景 历史不一样 这个禅宗是从 印度的佛教 他根本就是要来 那个治疗愈人心的堵塞嘛 不妨说从地狱深处 水面下的负无限大 要引导人往向求荣 回到那个海平面 呼吸吸间空间的叫零 由负无限大 回到零 但是呢 道家是从正面儒家型的 道德理想的异化 开始翻新 道德的终极理想 不妨成为正无限大 但如果你没有按部就班了 道空了 在上面可能会摔下来 粉身睡衣 所以呢 道家呢 反省无家的 道德理想的异化 要人从正无限大 那个虚妄的 道德理想 要放下 回归到生命的 原始的纯朴 回到零 所以呢 庄子跟禅宗都在零的位置 所以境界是完全一样 所以他们使用的语言 他们反省的历史背景途径 不一样 要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禅宗是负零 因为有负无限大回到零 那庄子是正零 是同一个面的 这一面跟那一面 但是面是没有厚度的 正零复零 还不就是零吗 所以借着道家 尤其是庄子 佛家主要是禅宗 帮助每一个人 在原始的身心的 合为一体 但是在世上已经有了异化 但这两者形成 很难分析清楚的 复杂矛盾 要欲理清 放下所有后天的执着 找回自家本来宁 那个充须的心 那个清静的心 那个归零的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才我们真的明白 主体原来在心灵的浪漫出动 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灵性的功夫 我们就不会被那个后天 由身体 广页的身体 包括你的身体功能 你的大脑 所形成的各种情势 业力 各种的情节 各种的习气的捆绑 制约 让心灵呢 一直保持在自由活泼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浪漫出动 就不会呢 不知不觉 把重心 不当地 转移在身体的热情上 忘记了它的本体 才使得 建了一个爱情的活动 扭曲 那样只是上床 叫做爱 真是服务了爱这个字 上床怎么等于爱呢 对不对 好 然后回到那个 那个本心了以后呢 那个灵OK了 可是由灵到 道德理想 爱情理想 对 这么无限大 要怎么走 一步一步走 这个时候就要靠 这个儒家 的哲学 那么在这里呢 我的爱情学 就是把一个爱情活动的全程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爱情的发生 就是浪漫出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这个浪漫出动啊 在时间历子上没有很久 因为浪漫出动的本身一刹那就完成 那后续有它的效应 这个效应呢 短则几天 长则几个礼拜 人就从那个呢 它暂时的遗忘了所有现实 两个人的心灵啊 它跳脱这个现实 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空间 一个绝对的实现 或者比喻为外太空 在一个无重力状态 那充分的去体验证实 这点浪漫出动 从它的后续的这样效应 那么这个真的就是恍如一梦 等到这个热情消退了 两个人从那个绝对的时空 在的时空之后 只有情人你我 而且两个人是一体 周围都视若无度 所以人在陷入热恋的时候 眼中只有对方 两个人走到校园 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个老朋友迎面来也没看见 第二天人说 哼 有了男朋友做帮的老朋友 见面也不打招呼 什么时候 昨天啊 几点啊 我们迎面我跟你嗨 你都看都没看 有吗 没看见啊 就活在一个两人世界 这一天 遗忘了彼此的身体 彼此的人格的差异 可是等到热情消退呢 又回到所谓的现实人间 从新分化为迷思尼 我说我 那这就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到 这个爱情生活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秉承第一个阶段 涌现了一个美好的体验 作为一个根源性的动机与动力 支撑两个人呢 在现实的差异相处中 能够呢一步一步走下去 在这一步走下去的时候呢 各自反省自己的生命结构 发现自己的优点缺点 发现自己的盲点 一一的去超越 一一的去解决 让人的生命 道德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 那么这个不断的成长呢 打个比方就是 每一个人的生命 它可以蕴含有全生命的内涵 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只有一半 人性的内涵呢 有一半显在面上 有一半藏在底头 就好像基因有显性基因 隐性基因 但是人性的理想 生命的理想 就要把我不知道的 我的隐藏的部分 也一一开发出来 让我的人格通体透明 全盘呈现 可是 你对于潜意识的部分 隐藏的部分 你怎么去开发呢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找一个合伙人 这个合伙人呢 最好跟我 在生命结构上 刚好是相反 就是在隐性基因 显性基因当中 隐于我者 刚好显于彼 隐于彼的显于我 于是我就不必呢 自我的开发 不必大海捞针 我就直接跟他学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异性相起 为什么性情跟自己 越不同的人 也会对他越好奇 因为他的样子 我们有个很复杂 一面觉得陌生 一方面又觉得有个很奇怪的 吸引力跟熟悉感 原来啊 他写在面上那个部分呢 触动我生命中隐藏的 相对应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就直接去了解我的情人 当我了解这一点 和他那一点啊 刚好啊 对对对称的 那个相应的点 也就被开发出来 可是你怎么能够 有效的了解你的情人呢 反过来 我把我跟他那一点啊 刚好相对应的那一点 如果能够开发出来 我就能够了解他 原来了解情人的生命 某一点 跟了解自己生命的对应点 是同时进行 我称这个叫做 生命内外两面的同时开发 每开发的一点 就是情人的生命 共同成长 当然这一点啊 通了 等一下又遇到另外一点隔阂 差异 继续来磨 那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互相啊 双向共同开发的事业 一辈子也做不完 八辈子都做不完 所以我们也不必呢 强求做完 我们只要能够 不断有所突破 生命有所成长 我们就觉得无愧今生 今生不够的来生再来嘛 好 这个就是爱情生活的第二段 一直到最后 都是两个人的生命 共同成长的内容 好那这样的一个互相开发 需要引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心灵的觉醒 跟彼此这个道德心的互动 好那在这边 在中国传统中 在孔子开发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 就是私有之道 就是以文会友 以友夫人 彼此尽得修业 改过千山 彼此相其于道 那么这个 在以前 孔子跟他的学生 展现出非常美好的例子 但是为了我们到今天 像这种孔孟跟他的学生 或者宋明如跟他的学生 那种美好的师生相处 为什么不容易呢 或者朋友相处 那就因为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活动 孔子的学生 都要准备好足够的生活费 去跟老师生活在一起 把生活费用完了就只好回家 有几个人有这种条件呢 那一般的朋友 尽管志同道合 见面 史性也不是那么多 有能见面啊 假日啊 或 会那个 这个 做一种长谈 你晓得古人啊 那些贵族 有闲有钱的街席 这个好朋友相处是怎么谈的 连谈七天七夜 累了 啪啪咪躺下就睡 请过来继续谈 这才能够深入 可是我们一般的 开始要热身 慢慢有感觉了 进入状况了 三个钟头已经过去了 没谈多久 哎 该回家了 没谈完怎么还下次谈吧 下次怎么时候 也许好几个月以后 一年半再以后 在这边上次谈到哪里了 忘了 就算没忘 也没感觉了 又要重新热身 等到这个热身有感觉了 又过了三个钟头 又该回家了 这个 赖教授我们 应该算是很投气的 可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常谈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我在以前啊 就整天想说 那为什么不在夫妻间 来做这种尽德修业的功夫呢 因为朝夕相处啊 没办法 在过去啊 女性还没有启蒙的时代 这个 这个 所谓的尸友 只能是男性 之间进行 连柏拉图都说 只有两个男人之间 能够发生呢 能够发生呢 动人的 深刻的交谈 跟女人不可能 跟女人只能上床 但是 到了二十世纪 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现象 就是女性奇谋 女性觉醒 女性也跟男性也受教育 可以进行她自我的 生命的开发 人格的塑造 她也可以成为君子 所以君子尔文会说 今天 才可以在一心间进行 所以来到今天啊 好 这个 情人之间 有能力进行 这一种 以文会友 以友妇人的 事业 因此这个 爱情生活 是应该把 过去孔子所开发出来的 有道 全盘的引进爱情生活中 才能够呢 情人夫妻间的生命 持续的共同成长 这个 才是啊 这个 爱情生活的全貌 那么 而这个全貌中 厘清 那么出动于 这个热情释放 两者本末关系的 是道家 当初人 肯定彼此的情人关系了 是真的 浪漫出动 之后 秉承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体验 当彼此有隔阁的时候 回想我们曾经这么通过 以后也一定还可能 只是第一次是上天的恩赐 之后都要经由彼此的努力 那么这一点啊 让彼此的生命在一个 道德的心性修养 人者爱人 爱人 爱人以德的这个 这个状况下去 持续进行的 是儒家的实践之学 那么把这个补足以后呢 才是真正的头尤尾了 那么这就是完成了 必须是中西文化融合以后 才能够完成的 这个爱情哲学 爱情学的全貌 当然这样的一种啊 从头到尾都是时间 不是知识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人 只能通过自己的生命 道德实践 去总统的要路 那刚才有提到说 在爱情实践的要路上面 徐志摩是个先行者 这个 贾宝玉是更早的 信号男人先行者 但是他们 都没有能够总统 那我说 我们 理智要 完成先人未尽的职业 所以呢 我的爱情生活 这个 就从结婚开始也是18年 包括结婚以前 已经超过50年 我内人的确就是我的情人之己 最了解我的 排名第一是我内人 第二才是往防凶 我们50年来 从来没有恶言相像过一次 但是 我们的性情 人格结构 差异甚大 我们刚刚有说 异性反而引动人的好奇 所以呢 人家在以爱情来支撑的这个亲密关系 婚姻关系 我们通常都是看什么 血型星座 应该只 涉及到一端 不够 原来啊 那 适合作为这么一个共同成长的情人 有两个参考要素 第一个是 彼此气质 生命结构的相识度 或者相异度 是高还是低 第二呢 又关联到 彼此的心性的 自觉跟修养 人格的成熟度 沟通能力的强度 有关 在这里啊 我们说 如果人的心性修养 心灵的自觉 自我反省的能力 越高 人格越成熟 沟通能力越好 他就能够跟了 人格差异度更高的人在一起 因为他构成障碍 反而构成彼此 互相吸引 互相去欣赏 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开发 互相的成全 有更宽广的余地 但是如果啊 这个太高 越超过你的 人格成熟度 跟沟通能力 他就卡住了 走不下去 但是呢 如果你的 人格成熟度很低 这个沟通能力不好 那就要跟 人格结构的相似度 比较高的人在一起 因为容易相处 容易了解 可是 他的缺点就是 到了后来 你有的我也有 我没有的你也没有 彼此之间的那种盲点 始终都在 然后久了以后 你就做我的影子吧 没有意思啊 会腻 怎么样咱们情人不腻 永远看不完 怎么永远看不完 第一 他开发不完 第二呢 彼此生命都不断在成长 不断有新的 吸引你 所以一个生生不息 欲心欲心的生命 就是爱情保鲜的 核心秘密 你保持你的生命 不断在成长 那你的情人永远看你不腻 会腻就是 你就是那样嘛 那当然他 这个共同的爱情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跟我内人 有说不完的话 无话不谈 无话不谈 永远都有很多的话 但也有很多争执 我们虽然不吵架 有很多争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执忠于道 不是我听你的 还是你让我的 终于呢 通过那个道 互相了解 互相了解 互相开发 所以我常常到后来 我们就说 我两个性不合 所以白头写了 这是我自己的实践 小小的心得 稍微分享一点点给各位 因为现在三点 还差两分钟 那我下面的 就点到为止 各位有兴趣 欢迎大家去找我 谈到爱情的书 至少写过七八本 最新的一本是 九个出版者出的 那个 《因为爱所以我存在》 欢迎大家去看看 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精彩的演讲 刚刚 他为我们讲这个 茶话 如道爱情哲学 首先 从 启蒙远洞 那么 讲起 进入 那个 那个 除了知识启蒙之外 就是有 这个 情感的启蒙 从这边来讲 说西方的情感启蒙 浪漫爱的最后指 完成第一步 是吧 但是因为 纠结于啊 就说是 一种身体性的 一种浪漫爱 而没有回到这个本体 然后从这个本体 归零 到家归零之后 再从这个 到家归零之后 再从这个儒家 那么 手上这个 完全的实践 是一个 跨越那个 中期社会的一个角度 一个很好的 一个 演讲